第一個我必須要先講清楚 在112年 111年6月修法那一次 對不對 我身有一個立委 我支持政府的一個當時的版本 我先從頭鎖到尾 讓這個版本順利可以出為立委 我覺得如果這是一個關門的 比較屬於關門的法令的話 應該我是對這個貢獻非常大的 所以不要認為那個 大家都要清楚我是支持那個閉門 我是全力讓他送出委員會 那有的人一直在誤解說 在附帶結議方面 各位都知道這個立法委員 本來就是要挺起各方面的意見 我相信媒體也聽到各方面的意見 那各方面的意見有委員們就會提出一些說 既然法條如果要過 那是不是有一些意見 有附帶結議的方式來呈現 但是第一個他是沒有法力的強制力 然後我要說明的 我沒有提過任何一個案 我全部因為我人在場 因為三個委員才能夠成案 所以我在那邊是協助到大家 既然我尊重我們黨籍的立委員 提附帶結議 然後我們跟他聯時讓他成案 可以把意見 可以讓法條順利通過 讓法案順利能夠送出委員會 那至於附帶結議 其實在黨團協商以後的兩個附帶結議 那個才是比較屬於正式的 前面的那個都 包括裡面的法條 出委員會或者是 到最後都在黨團協商去跳票 所以不要一直用我在提案 我沒有提任何一個案 我只是希望那法條能夠順利的送出委員會 我當時我是理事公會理事長 我是非常支持 不能增加醫學系的聯合 那您這樣被指控 您會覺得會有點委屈嗎 或者是怎麼看 我覺得 因為那個 當委員就是要吸收 那個 吸引各方面的意見 聽起各方面的意見 然後把它做最好的處理 讓社會更和諧 讓好的立法修法能夠順暢 所以這中間可能有一些誤解 我也沒辦法一直解釋 但是第一個 我沒有提任了一個附帶結議的提案 我為了讓法條能夠順暢 在那邊做 整天在那邊幫忙 讓這個送出委員會 這是一個非常歷史性的一刻 當然到委員會以後 除了委員會以後還有政黨的三個協商 至於他們怎麼協商 我是沒有看的 我是不知道 所以這樣 部長 那個 就是波波醫師群組 的波波醫師家長群組說 衛福部是站在波波醫師這邊的 那您怎麼看這個就是外流的截圖 我想沒有這回事吧 那個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完全 我們從我當立委已經到政府的機關 我們所有的政府 我會看到我們的政府 所有就是為了人民的權益 尤其是衛福部 照顧健康的 只要對人民的健康能夠守護 醫療品質能夠守護 這是我們一直在訴求的 那個 我如果要 我也沒有任何 我的家人也沒有任何人 有 我的家人練ECC都練本土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記者會要開始 那我們有請部長臺場 所以我們不可能去那個 特別去 我們支持的是說 把這個制度弄好 讓社會更和諧 讓那個 我們的醫療品質 能夠維持 讓人民的健康 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所以 每一個人 都是我們中華人格的 國民 我們當然 政府的立場 已經都要去了解 去解決 所以 無所謂 我們支持哪一個群組 團體的那種 言論 我們是支持 所有台灣人民的健康